像我是粉红控 所以我很喜欢很多粉红色的东西 那如果我要穿一些 深色系的衣服的时候 因为我长的其实不是青春内卦 改造今天的主题 我还蛮期待 因为我算高难度 是啊 所以我很期待 好女人 你保留了她的蕾丝 对 我保留她 她想要的部分尽量保留给她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单品 就是身上她穿的这件 浅蓝色这件衬衫 到底几件 对 它其实是一件 这件是我昨天才刚到的 这是一个韩国设计师的 你看它是粘在一起的 感觉很像两件 它是粘在一起的 所以你有很多的穿法 比如说你是女生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穿 我是女生 我就直接这样穿 男生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翻起来穿 那这件就是在我网站的时候 它是同时放在男生跟女生的里面 然后它就只有一个尺寸 所以它是没有在管你的身形 而是管态度的 然后这衬衫还要在跟 现在的潮流的语言跟符号 有沟通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于这里还有刺绣一个 可能是品牌的名字 但是也可能是 男朋友的名字 我也已经过去把做纪念了 高中的名字 对 其实基本上现在来讲的话 这些所谓的刺绣的名字都是 只要是在你的衣服上面 多了这一些的符号 它就是跟现在的潮流有关 好 我们这些 我们先把这个背心拿下来 我们来看它实际的部分 你在穿的时候 这一件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择是把它塞在里面 好 有没有看到这一条裤子了 这是裤子 这是一个裤靴 对 这个裤靴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好 在Coco 李文在拍她的演唱会海报 跟她的专辑的时候 我就让她穿了这一条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一条 这是我自己思误 我利用这件集中性的衬衫 利用这个裤袜型的来做一个中和 你看 上身如果我们只拍到这里 她根本就是一个男生 她根本就是一个男生 宽大 好 中心保重 加油站 类似像这样的 我当时给Coco 我当时给Coco李文穿的时候 就是我这一件 她穿的是我这件衬衫 我在节目中有穿过 她就是利用这件穿 然后外面我好像还在造了一个T恤 就是T恤 然后也是走这种中性的风格 像这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配上像这样的 也是裤子 一样的裤袜 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外 我为了这一件 因为之前到了 然后我昨天又特别去买了一条裤子 刚好有这个颜色 这颜色的 你看它是西装布料 但上面这个纹路根本就是女装的纹路 但它是男装 我为了这一件衣服 我又去买了这一条裤子 那我这顺便买一双鞋呢 对 你说这双高跟 我已经有了 对 不是 它是西装裤 好 我们就可以选择像这样的 对 这我们要脱这双鞋就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搭配像这样的袜子 我们会发现像这样的袜子 整个有老爷的垮 然后又有潮流的帅气 而且又有时髦 其实我觉得私家的协议里面 已经慢慢地应该开始会有这些中性 所以你可以朝这个部分去做 对 没看过这样的私家 超有特色的男友衬衫 搭配上潮流感十足的袜裤 胸口围露性感内衣 超性感的 女人我最大 没看你 对 我真的能夺看看 一个女人 奇叔 破起庄 我真的好 不 Tur 那一时间 先你的 这边 ott